嘿!我是咪大熊,MatchBare 我們今天要來開箱的是 哇! 小丑女! 塞口式的小丑女! 我們來看一下裡面到底有什麼東西吧 喔!看起來是配件很多的衣紙 那這一次呢 有附了一些小關節給我們 然後還有夾子的支架 一般支架 那這個呢不重要 重要的是裡面的本體啦 蚊迪 蚊迪出來啦 那現在是呈現好像有點鬥雞眼的狀態 那這一次的劉海是這樣拔掉的 直接往前拉開 看起來有點可怕 然後拔開以後呢就可以把他的臉拆 誒 這個設定有點像Figma系列的設計 然後他這裡又給了一個這個 勾勾 他的眼睛啊有點難轉 可能是因為第一次剛開始的關係吧 他的眼球可以這樣轉動 我們來看其他表情吧 因為這個是一般臉 他的臉目前為止好像怎麼調都有點詭異的感覺 呵呵呵 沒關係我們先來看一下他可動吧 他的關節喔 可動度還OK 三口四的可怕之處就是 在轉的時候有點危險 我不太敢亂扭 他是球形的 好像跟傳統的三口四的關節不太一樣 所以這裡關節的比較危險 喔喔喔喔大腿可以轉成這樣 你看 側開也可以啦 不過側開要用轉 就是他原本是這樣 他用轉開的方式去打開他 三口四還是比較危險一點 比起SHF來說比較難 所以呢 在轉之前呢 要稍微注意一下他的角度是到哪邊 因為他這一隻腳的這裡 在這個位置 所以這樣很好開 可是呢 因為這一隻呢 剛來的時候他關節呢 就是 偏 橫的 他是這樣橫式的 所以呢 要轉之前呢 要先把那個 關節呢 先轉回原本的位置 之後才能夠扭 小白掉了 這邊的關節很緊 所以 大熊很害怕 所以呢 三口四呢 如果大家想買的話 因為這隻的素體很漂亮 就要注意一下 因為之前大熊有把 新世紀福音戰士的扭壞過 所以呢 大熊只要買到三口四系列 都會很緊張 他腰部這裡 也有切一個 可以轉動的部位 上胸這裡 也有切一個 可以扭動的部位 所以呢 可以扭出一些還蠻不錯的姿勢 大熊看到一個很可怕的地方 他的脖子可以 伸長縮短 好噁喔 大家還是得注意他的頭髮這裡 這也是可以轉動的 危機四伏的一隻 大熊玩這個 玩得很害怕 因為SHF系列的可動很簡單 不需要太關注 所以 就會很好玩 那這個 大熊超害怕的 手的拆法呢 也是一樣就這樣打開而已 他可以扭出像這種 腰身往後挺的姿勢 不過呢 因為大熊還沒有認真扭 因為等一下 那個 等這一隻開箱完呢 大熊還會再 另外擺姿勢給大家看 對 所以大熊現在只是 暫時先大概的扭一下 然後他還有附一個 打槌子 他三口四的誠意真的還不錯 然後除了槌子以外呢 他還有一根球棒可以拿 他是打開的 球棒是這樣拆開來 他手有點難插 然後就可以這樣子 這樣舉球棒 超酷的 他呢 還有給了 溜冰鞋 這個誠意真的超有的耶 給溜冰鞋 超酷的 喔 就這樣拔下來就好了 我們就先裝一隻吧 怎麼那麼危險啊 腳是往鞋前方插進去的 裝上去 就可以 溜冰 這個鞋子超可愛的啦 一定知道給他裝溜冰啊 一般的鞋子真的不怎樣 然後他還有給了一個 這種特效 讓你可以架枕 然後 平常也不是架枕 就是 他垂直這裡有一個洞 然後讓你可以插著 然後就可以在攻擊的時候出現這個 碰 自帶特效 呵呵呵 這一隻呢大概 目前呢 配件跟展示呢 大概是這個樣子 那等一下大熊呢 會放上就是 拍就是 旋轉影片 等一下讓大家去欣賞說 這一隻的可動態度會是如何 以及精緻度大概會是怎樣 然後呢 接下來就請看大熊的 展示影片喔 那如果喜歡大熊影片請記得幫大熊訂閱按讚還有分享出去 我們下次見 掰咪 我們下次見 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 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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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